累了的时候要安慰她 有时候给她捶捶背 天快黑的时候 吃完晚饭给她洗脚 老四通通做 做给他们家里的儿女看 在家里儿女感动了 做父母的也感动了 感动的 我怎么没有教我的儿女 做儿女就说 怎么我没做到 深教我 所以我告诉这批老师 我是孔子教学成功 释迦摩尼佛教学成功 为什么成功 先做到 然后再教 人家相信你 人家接受你的教诲 如果你自己 只教别人做 自己没有做到 别人对你怀疑 不相信你 所以我很简单地讲 做到而后 能够教到 教别人 这是神人 这是佛菩萨 说到之后 自己马上就做到 这是贤人 说到做不到 叫骗人 我说这三种老师 你们愿意做哪一种 应该做佛菩萨 应该做神仙 很难得了 这三十几位老师 确确实实 他们是学身 学习 所以才做得这么成功 真的学习 真的学佛 学佛要像释迦牟尼 学习要像孔子 要像孟子 很短的时间 效果著著 成功了 五月底六月初 杨老师把那边的成功告诉我 我们无限的安慰 这意想不到 当时就想 怎样把它介绍到联合国 结果没想到 你看 过了一个多月 大概过一个半月 七月的时候 联合国就来找我们 祖宗保佑 这不是人的力量 我们虽然参加联合国的 和平会议 有八次之多 但是跟联合国 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 他来找我们 那我们这个机会成熟了 把汤匙这个成就 在联合国宣布 告诉他 这个方法 可以化解冲突 可以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这下老师们 为整个世界和平 建大功 立大业 实在是难得 所以我们学就整干 没别的 只要整干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下面一个问题 是有关供养 它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 每一顿饭 都要供养佛 和一切众生吗 如果吃的是圣饭 必须单 公平吗 供养 是敬意 佛菩萨 还会要吃你这份菜饭吗 这是比较敬意 那么佛是日中一时 你早晚都供 你不是把佛就破斋了吗 决定不可以 所以供佛 不能过午 过午之后 供佛的饭菜 要吃下来 不能过午 过午饭菜还供的人 这是不供敬的 那供鬼神 供鬼神在晚上 供天在早晨 天是早时 鬼神是晚上时 这个都要懂 所以事实 都不能用 吃圣的东西 如果我们吃圣下来 供鬼神都不供敬 供寡供佛菩萨 在寺院里面 供佛菩萨的菜 是专门烧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一般吃菜的时候 要尝菜 尝味道 那尝菜什么 这菜你吃过了 你吃过怎么可以供佛呢 所以供佛的 那个菜 里面没有油 没有盐 真的是淡的 这是最供敬 所以这个饮食方面 对于调味 中国最好的厨师 他不需要厂 他这个经验老道 他加多少 他有分量 他拿得很准 高级厨师 没有这个功夫 没有这个本事 那我觉得还是外国的方式好 外国的东西 没有调味 他的调味的时候 都摆在你面前 小瓶的 小瓶的 饮 这个酱油 糖 和胡椒 他都对本人 你自己调 拿出来东西 没有味道的 那么这个是外国人习惯了 我们中国人不习惯 实际上是很卫生 而且是每一个人 你的口味不相同 有人口味重 有人口味轻 自己调是非常合理的 一种事情 那么尤其是 这个大众在一块 用外国这种自足餐的方式 一点都不浪费 你吃多少 拿多少 几个菜 喜欢吃的菜 你可以多拿一点 不喜欢吃 你也可以不拿 那么在寺庙里面 那我的主张 三得六位 共福即生 所以几个菜呢 六个菜 六个菜 有讲求的 三得六位 早晨三个菜 早餐 晚上如果是当药食 也有吃晚餐的 三个菜 中午六个菜 通通通通用自足餐的方式 赶紧 吃多少 拿多少 不糟蹋 拿 那么这当然有很多地方 是我们理想 或是供佛的时候 一定要供进 自己家里面 不方便 饭煮好之后 第一杯 第一碗的时候 一定是供佛的 供佛的小碗 在这个饭锅当中 啊 啊 感谢观看